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食老的Matthew 繼續和大家研究2月3日快活局的夜馬 在第二條片中 我要選擇的馬 我相信是方家柏比陳家熙的一隻考牌馬 因為這隻馬我相信機會都不錯 這隻就是第四場的電訊錶馬 我選了一條片就是前一次 攝影騎排六檔的影片 這次電訊錶馬就抽五檔 我相信這場賽事的形勢差不多 上場就抽11檔 沙殺沿途洩毀 不需要太過界懷可以抹掉 我們先看看這場賽事 六檔起步 黃色衣服 有些鑽石那隻 就是這隻電訊錶馬 現在已經出頭了 二號那隻就是電訊錶馬 這場馬也算是形勢好 出閘那兩東西 少少不是浪費力 他已經可以放到頭了 這場馬其實我覺得 瑟欣已經騎到100分 沒什麼犯錯 亦幫到這隻馬最省的腳程 但輸給三班尾的銀河飛馬 我覺得沒得怪他 始終他要背著133 星期三的賽事 就沒有銀河飛馬 這些叫三班尾的馬 看看陳嘉熙可不可以 看蝕欣這場做參考 我相信如果他沒有跑錯的馬 都是在意望一機會 現在看電訊錶馬 出頭了 其實我倒少少少少少少了 因為私營表前 很早的出頭 不過這個馬可能很重鎊 撐不住 最後那幾個 那麼銀河飛馬 大家都知 都三班尾的馬 贏他也沒得說 那星期三的賽事 看看有陳嘉熙減了7磅 只需要什麼128 會不會讓電訊錶馬可以順利贏的場 我相信方仔也很想幫這系列馬贏回一場 陳家希也很想盡快幫方仔贏回一場 腳方面我先選擇了什麼馬 要選擇的就是雷神 其實季初贏馬的時候我都介紹過 但奈何這隻馬好像戲有點不順 演出有點反覆 但我經常說這隻馬在澳洲跑的級數 其實他也是三班尾的 來到四班這次用雷神 我相信戰意就無可懷疑 看看能不能跑得好 有雲來這隻馬初出的時候我也有介紹過他做腳 有不錯的前速 這次加了眼罩給他 看看他會不會有更加進步的演出 另外楊明糕糕也是很準的馬 上次也贏了 看看他能不能繼續有好表演 這場馬的介紹就是用電訊錶馬做膽 拖這個 鎮神 有運籃 和楊明糕糕 記得看我第一條片 如果我還沒看 當然我兩位好拍檔 阿鵬和張老師他們深水推薦得定要看 他們最近很旺 最後也希望各位多贏 星期五再見 拜拜 拜拜